2014年冬天 爱奇艺一党语言类综艺 奇葩说拉开了网络综艺大战的序幕 网络综艺区别于电视台综艺 更加聚焦垂直领域 也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文化 在文化产业 往往征服年轻人就能够上下 服侍到全社会 所以在这两年 中国有嘻哈 创造101这样的节目 成功拟抱了全民热议 但问题在于 为什么是他们活得起来 爆款的背后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 你了解新经济吗 新技术和新模式 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你看到了吗 新经济私生的独角兽们 在争夺每一块潜力之地 会是谁把握住充满想象的未来 站在新经济进阶的路口 我们再等一个答案 陈伟是名制片人 在他的履历上 是多部爆款综艺 在浙江卫视时 他是中国好声音 我爱鸡歌词等 综艺的制片人 加入爱奇艺以后 他又操到了 中国有嘻哈 热血街舞团 几个爆款 在年轻人中 掀起了一股巨大的 嘻哈浪潮 2014年爱奇艺做了这个奇葩说 就是第一次用电视台生产 节目的这个工艺水准和品质 在生产 在网络上 只在网络上播出的 这个纯网的节目 所以奇葩说 让所有的用户 眼前一亮 从2015年到2017年 进入到一次大的紧喷 其实大量的 还是达不到制作水准的 这样的网络节目 在这个紧喷时期 吸引到了大量的热钱 无论是客户也好 还是平台也好 大举投入了之后 发现其实反馈并不好 因为它本身 这个产品质量不过关 那个时候催生了一种诉求 就是我们需要更高品质 的网络 我当时在我们爱奇艺 每年一度的这个月想会 爱奇艺月想会 我在月想会上 第一次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超级网络的概念 它要有这个最高 这个行业最高水准的 制作水准 这样是在制作水平 当然它要有这个平台 以及这个所有的合作方 所有的渠道 对于这一个项目的 all in式的这样的资源投入 它要需要有能够引发 全民关注的这样的话题 题材 那么它会有可能 一改这种乱局 这种低端红海 我称之为低端红海的一个现象 然后呢 能够脱颖而出出来 做超级网综 跑在前面的有次家 它们分别是 爱奇艺 腾讯视频 优酷和芒果TV 这个格局 已经发展得相当稳定了 而在这背后 是几家头部视频平台的激烈竞争 随着互联网红利的逐渐消失 新增用户数量 马上就要触达听话版 品牌究竟如何去粘住用户 成为了重要课题 而资质综艺 被认为是一大杀手锏 陈岳天是娱乐传媒领域的投资人 曾主导投资了奇葩说制作方 米味传媒 网综艺非常重要 第一是短时间内 创造大范围的公众影响力 消费者 我觉得对视频平台品牌认知 核心是产生于综艺的 不是剧的 另外就是营收上面 广告主 广告主还是比较看综艺 这是综艺本类 对于视频网站最重要的作用 从去年的这个竞争格局看起来 我觉得打大的翻身仗的胜利的 还是腾讯的创造101 在创造101之前 其实腾讯视频和爱奇艺 还处于我认为说腾讯视频 是落后的这样一个竞争状态 但是自那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整个腾讯视频上面的 这个内容 内容的这个年轻化 受众的年轻化 用户的支付意愿 以及广告主的年轻程度 腾讯视频是全方位的赶超过去 所以我认为可能现在 阶段性的爱奇艺可能会有些压力 在您的观察来说 这几个平台 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差异化的打法 在网综这个方面 其实所有的打法 无非基于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你的用户需求什么 第二个层面是你的平台需求什么 腾讯视频是腾讯这个品牌的一部分 它的基因所带来的这种社交打法 就是所有年龄层的人 他都想覆盖 所有题材他都想去做 优酷是阿里的一部分 怎么样能够形成 跟阿里形成闭环 它的整个的商业化形成闭环 其实是优酷最想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会签 就是签的这个合作里边 会是有带货量考核指标的 那爱奇艺呢 爱奇艺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只服务于 我们只用爱奇艺的整个的矩阵 来服务于我们最核心的用户的需求 以及我们最核心的合作方的 客户的需求 现在爱优藤加上芒果超梅嘛 应该说三个比较大的 加一个稍微小一些的 他们都在努力做出自己的调性 但是只是说还进行到一半吧 现在说整个平台的中一调性 做的最成熟 其实应该是芒果 我们都知道芒果TV的定位是青春女性 D站的定位是Z时代 就牙学为核心的一个Z时代 但是爱优藤三家 目前还很难找到特别确定的一个区分点 爱奇艺通过一部分的原生网中 都做出了一定的差异化 毕竟这个一个这个中国有嘻哈 或者中国新说唱可能就能让大家记好几年 那么现在就看腾讯跟优酷 怎么去定位自己了 这也要依靠他们下一步 做的这个自制内容去做区分 在网综大爆发的同时 题材同质化现象也越发突出 偶像养成街舞 机器人恋爱观察等等题材的综艺 在各大平台轮番上线 观众们难免审美疲劳 且不说在相似题材的网综里 通常只有一两不能火 剩下的大多数成为炮灰 既然如此 相似题材的网综 为何还会扎多个用线 而在这背后 视频平台在综艺选题上 又遵循着什么样的标准 过去的两三年 大家的感觉是你们总是撞题 就是 都是别人撞我们题啊 我们做什么别人做什么呀 你们怎么老是发生这种事啊 这很正常啊 这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都是一样的呀 你去问问哇哈哈和那个什么 农夫山泉他们自己不撞题吗 对吧 其实也无非是来自于B端和C端需求 有些是来自于B端需求 就是最大投放的几个广告主 可能说我们想要 我们看中哪个题材 你们哪个平台能够做啊 有些呢是来自于这个C端的 就是说这一类可能未来目前 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 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更火热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街舞 我们在做完这个中国有嘻哈之后 我们团队自然而然去 要去做这个热血街舞团嘛 在HipHop的这个文化里边 最大一块是Rub 然后就是街舞 我们的同行看到了这个 也是他们也认可中国有嘻哈的成功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再去碰那个题材了 他们想要去做街舞 这也理所当然 尤其当他们听说了我们要做街舞之后 他们更要快马加鞭的来去抢这个市场 其实你们比如说平台这种选题 撞在一起了 可以彼此把这个选题或者话题 变成是一个大热的现象级的话题 也不一定 也可能共同做杂了这个话题 机器人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个 这件事 还好篮球我没有跟啊 电影我也没有跟啊 对吧 多少客户找我说 做电影吧 做街头篮球吧 我说我不 我不做 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 跟HIPHOP有关的垂直门类都有可能成功的 就能不能大概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啊 比如说HIPHOP本身这个大的门类 就怎么选择什么做什么不做 你们的标准 标准还是根据人类的基本 基本的娱乐方式在走嘛 最大快面的是唱歌 所以RAP肯定是最大快面 四肢是什么跳舞啊 所以街舞是第二大快面啊 剩下的呢 就很难讲了 因为剩下的门槛就更高了 所以你看我 我再往下没有去开发更多 小众的内容啊 有没有可能通过综艺的一些手法 变成相对大众 这个其实 简单来讲吧 所有通过唱歌这个载体的 就是相对比较容易转化的 然后这个 但是唱歌这个载体呢 是否能够跟当下的 这个流行趋势 能够结合在一起 如果能结合在一起 那是一定能转化的 就只要是符合人类 最基本的娱乐方式的 唱歌跳舞做游戏 这是一定很容易转化的 一种方式 我觉得媒体 还是一个偏精英的行业 是行业里的平台 及内容制作者 他们统一商量 然后去预判这个市场 到底行或不行 所以你最近会发现什么 给消费者和观众 更多自主权的节目 会更容易成功一点 单方面的在想说 我做出来的这个内容 也许你会喜欢 这种节目 其实在后面的那个叫 胜率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 偶像练习生 和创造101的成功 本质上也是因为 它是一个受众选择逻辑 所以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节目 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然后投票逻辑 本质上是一个比赛 相当于是把比赛 综艺化了 然后搬到了视频网站上面 然后其他的是更多 就是美剧和韩剧逻辑 就是这个内容 创作团队 及平台团队 要持续关注 就是说消费者 观众的这个想法 根据这些舆论导向 去对应的修改内容 在线视频平台推动的潮流 包裹起一代人的娱乐事件 但在这背后 他们大多数没能盈利 为了提升内容吸引力 增强头部位置 视频网站长期处于 战略性亏损的状态 例如在2018年 爱奇艺亏损83亿元 高达211亿元的内容成本 在各项支出中占了大头 如何在稳住质量的同时 降低内容成本 多份分析指出 自制内容是一大堵破口 视频平台 其实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原来就是自制的内容不足 就是购买的比重太大 而购买的这些东西 其实它的量很大 但是头部内容比较少 所以就造成了一种成本很高 但是特别能够带来流量的 这个头部内容不多 所以就进入到了一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要自制内容 而且就是说 可能今后不一定追求那种 投入很大超级爆款 我觉得就是做那种持续性比较强的 然后能够稳定的就是维护住你的那个用户 互惠用户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主要的一个考虑的方向 我看之前您说过说这个 网综的水准它肯定是会不断地提高 但不断地提高了新的台阶 并不等于就是不断地加大投入 当然当然 有很多的这个题材 它是怎么讲 有很好的这个社会价值 在大量的纯娱乐项内容里边 它会是比例比较少的 但是它的品质会很高 对 但这种其实内容 说到底它还是需要大量的职作 还有资金的支持吗 它很难是 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一切的经营活动 都是围绕着这个正常的一个商业逻辑 首先 你不能因为你要做高品质正能量的节目 而亏钱 有些东西你不需要杂入大量的这个经费 它其实一样能做好 然后呢 而且可能还能做得更纯粹 这个题材本身不需要大流量的明星 来对它进行瞬间的关注力导流 它其实是应该是慢慢慢慢 让它的口碑慢慢慢慢开花 那这类题材其实慢慢慢慢的多起来之后 其实会让整个的行业的这个制作水准 和这个关注点的这个水准 广告主们 他们看到了这些的口碑和影响力 以及这些题材的节目 对于它品牌的口碑和影响力的那种提升 稳稳的提升 其实也是他们的需求 如果你的制作能力能跟上的话 就是显然你的自制是可以节约一些成本的 因为你购买版权的话 权利金会比较高 虽然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成功率可能比较低 但是整个中益的成本段 现在面临着最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倒不是说这个采买版权的问题 而是明星片酬可能确实有比较大幅度的消息 在18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限制限星令出来之前 就是一部大剧一亿两亿 这种现象这个绝对不是红学来风 绝对是存在的 就这个现象在中益里面应该是很难再出现了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这个创新啊 这种洞察 其实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这个团队嘛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网综的行业背景下 爱奇艺有什么自己的去培养这个团队的一些心得 虽然说三大三大三大 然后这个 但其实爱奇艺是唯一 这三家当中唯一一家 真正拥有自己的in-house的制作团队的视频网站 到现在为止主流的 像腾讯啊像优酷啊 很多的视频网站的方式 还是这个 跟公司合作 合作型的 所以呢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去扩充我们的内容 而且我们也可以对内容的这个产品的掌控会变得更加深和更加强 理解也更深 就因为有自己的团队 当然是把控力更强嘛 会不会担心说我们这群人的这个思路啊 各方面啊 就是会受到我们这个风格跟体系的影响 就没有 我广泛的就是跟不同的公司合作那么多的灵感 并且我们自己要负担一个可能越来越大的团队 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先说 我们先说这个紧靠合作会产生什么问题 紧靠合作会产生的问题 其实是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就是他不管他是这个有多少经验的制作公司 他始终不是你这个你这个网站的这个深度理解者 他不一定能够非常紧密的联动到你平台的各个运营端口和这个这个需求 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资质的部门的所有的内部的数据他都能看到 所有的内部会议他都他都要参加 他完完全全知道爱奇这个平台的各个口子 各个业务线 各个口子和的运营需求 他本质想要的是什么 和最准确的这个验收方式是什么 第二方面是商业逻辑 我们每每做一个节目 你比如说你给我一个亿的预算 然后我做完节目之后 我可能会还你一千万 省下来是公司的呀 但对于制作公司来讲的话 省下来就是我的呀 从第三个 从这个这个所谓的 立场逻辑上 视频网站做这个节目 投入这个题材 做这个节目 可能是为了想要更大的一个产业链的带动 但是对于制作公司来讲的话 我只要这个节目盈利就好了 陈伟所说的带动一个更大的产业链 实际上意味着网综变动中的商业模式 目前来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网综最大的变现来源还会是广告 但其他方面的收入也在快速增长 例如会员和IP衍生屏收入 就在线视频平台整体而言 广告作为营收主力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例如在爱奇艺 整体的会员服务收入早就超过了广告收入 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这一现象 是否会在网络综艺上复制 或者说网综是否会形成不同的商业变现模式呢 变现能力各方面 有一段时间可能说我只做网综 就很难来有大的制作来收回成本 现在这个格局是不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事实上从光变现能力这一块来讲的话 之所以我能够在16年的秋天 能够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制作超级网综了 不是说我要赔钱制作超级网综了 而是我觉得从广告市场来讲的话 它其实的变化的拐点已经快要到来了 来自于这个B端的这个广告投放的这个平衡天平的一个变化 已经越来越倾斜于新媒体 而越来越这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这个整个的 之间的差距慢慢在缩小 制作预算可以变得更高 那从过去的大概一两千万到后来几亿 这是一个非常快的变化过程 而电视台这个行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用了将近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十几年的时间 网络大概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原先我们认为广告分为品牌广告跟效果广告两种吧 事实上冠名也好 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植入也好 它其实都是品牌广告 然后再就效果广告 但这几年为什么以今日头条走音快手为代表 这些新媒体就写这么快 因为它广告效果好 对吧 它按照点击率结算 就是说视频平台原先作为一个整体 它的广告也是以品牌广告为主 而品牌广告现在的ROI呢 就是投资回报率呢 其实越来越差的 那现在往下走 第一个就是做创意中差 再一个呢 就是能不能在综艺里面直接的事情做在货 直接的事情做在货 如果死死抱住原有的冠名 这个传统的植入的话 那么综艺的变现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一般来说 综艺项目在每个季度来说的话 每个单个的项目都是原意的 纯粹的单内容的商业模式是有问题的 就是比如你去了解一些综艺团队的话 它持续做到三到四季的时候 其实就会比较疲劳 对就是很难在这个节目形式上面 以及节目内容上面做多大多大的创新 非常难 然后第二点是商业模式如果只是广告的话 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C端的商业模式 广告是极大依赖地端的 比如说你看到2017年18年的广告招商好 是不错 2019年经济不好了 大家广告主品牌主都没有钱了 就是往往还是看起来 西端的一些持续的商业模式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视频网站除了广告之外 另外一款我们很知道就是会员嘛 其实会员是一个更抗 看起来是一个更抗经济周期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2019年2020年 陈海再要继续投网络综艺公司的话 第一我希望它的商业模式呢 是能够摆脱掉纯内容制作 希望是通过平台的头部节目 后端能够带起一个完整产业链的 比如说效果 可以把整个脱口秀的中国的这个叫人才体系 可以建立在他们的公司内部 所以除了在线上做节目之外 他们可以在线下去经营很多业态的尝试 就比如说线下有全国巡回的脱口秀呀 我觉得最弱的商业模式 也要做到像米卫所尝试的后端 就是说人和内容有更多方向的变现 再往后面推得再远 应该是像偶像练习生那种 能够带出 通过一个头部节目带出来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可以自己变现 摆脱掉这个节目本身也能继续变现 偶像出来的团体 然后对应有广告代言 每个月的数字非常大 然后在后端再去售卖衍生品 然后中端 你看到现在9%的结束 解散的时候 广州有演唱会 演唱会也是上面一票难求 对 所以就是这些方面看起来的话 偶像整个产业链 从前端综艺内容 到后端的产业链开发 都是比较完整的 在商业闭环上面也是都跑通的 我一直认为 蒙古那种平台 纯粹是为了广告 或者是为了用户 它达到一定阶段 马上就没了 你不信看一下 是吧 今年 今年我估计就增长性 就一下子放缓了 到明后年 基本上很少有 付费用户很快的增长 那它广告已经下滑了 然后付费用户再很难增长 那它空间就难了 导过来你这个视频 这个平台 那也要做成文化产业集团 你为什么不得一定要拘泥 我就是做一个长视频呢 你是每年做一个节目 然后拼命地去抓人 还是说你这个节目一直持续 你的网红一直在帮你卖东西 你有没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东西 我很少去旧节目论节目 我也很少去旧节目策划节目 甚至我要求我的所有的团队 都是要把他们当 把一个节目当成产品来看 比如说中国 我还是拿中国新书上来举例子 中国新书上有正片 有VIP的会员的衍生节目 还不止一档 然后有大量的短视频 我们还有娱乐 爱奇艺娱乐频道 爱奇艺娱乐中心 来生产的他们维度上的 就是说唱有心翻 这样的 这样的衍生的节目 还有爱奇艺文学 为我们提供的同人文创作的 这样的专栏 我们有爱奇艺泡泡 就是粉丝社群 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空降 和粉丝社群运营的 这样的活动来配合 我的IP衍生部门 把这个IP授权 用不同的授权方式 授权给了各种实体的产品 还有像这种各种商超卖场 像华润什么的 这些他们做的这种 线下活动体验管快闪管 然后我们有 甚至还有奶茶店 你看我一直还 我可以一直说下去 一直说不完 这个产品 它所涵盖的 它所辐射的 我们的整个的业务线和产业链 是非常之大的 而这些辐射 其实不是单向的 是双向的 我刚才所说的 所有的这些 相关的产业链和业务线 都会反向为这个IP赋能的 这个IP在各个端 各个地方 无时无刻的包裹着用户 让它有各种各样的体验 不管它是深度用户 还是浅度用户 还是泛 这些东西 都会反向为这个IP赋能够用户 但是这些东西 都会反向为这个IP赋能够用户